大家好,我是小七 疏通三胶颈 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法就是拍打 三胶颈分布在我们手臂外侧正中线上 从你的无名指指端开始 沿着手臂往上走 一直走到肩部、颈部 从耳后这里绕到太阳穴 最后到眉尾处的四周空穴 咱们记住它大概的学习线路就可以了 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拿出自己的小工具 经络拍打棒 拍打自己的三胶颈 首先伸出自己左手的手臂 右手持拍打棒 沿着手臂外侧正中线 从肩膀开始 一点一点地往下拍打 一直拍打到手背 甚至拍打到你的无名指处 力度适中 节奏也适中 以自己感觉到舒适为度 皮肤有微微的疼痛 但是能够忍受 这个力度就可以了 大家在拍打的时候 一定要让这个力度多渗透到经络当中去 而不是集中在皮肤的表面 好 左右两条手臂各拍打十分钟左右 方向都是从肩膀往手腕的方向去拍打 如果在拍打的过程中 你遇到了特别痛的点 我们可以重点地去多拍打一会儿 拍打的方法适合所有人 年龄大的人 身体不太好的人 比较虚弱的人 都可以从拍打开始 拍打三胶筋 身体的气机会得到调节 每一次拍打保持十分钟左右 每天两次到三次 拍打的时候一定要足够长 才能有效果 早上起床后 或者是晚上睡觉前的九点到十一点 都是比较适合拍打三胶筋的时间 下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经常做的动作 那就是八段颈当中的 双手托天理三胶 这个方法可以促进元气和血液的正常运转 双手托天理三胶 理的就是三胶筋的元气和血液 促使它们正常运转 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需要站立 双脚分开 与肩膀同宽 双手手臂在身体两侧自然下垂 调整自己的呼吸 然后双手指尖相对 掌心朝上 在自己小腹的前方 缓缓地向上托起 托举到自己胸前的时候 翻转掌心 掌心朝外 朝上 继续托举 双眼目视自己的双手指尖 抬头 手臂伸直 当我们把双手托举至最高处 双手手臂伸直的时候 踮起自己的脚尖 好 放下 双手手臂在身体两侧 缓缓地放下 回到起始的位置 再来 双手托举 要有一种托天的感觉 初次练习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不踮脚尖 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调整自己的呼吸 随着双手手臂的托天 我们要深深地吸气 然后双手回落的时候呼气 如此重复做六个为一组 我们可以做三组到六组 做这个动作 我们需要注意 咱们做上托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种托天之意 顶天立地之感 双手向上的时候 是吸气的 随着双手下降的时候 再慢慢地呼气 每天反复练习上 两到三分钟 这个动作 可以活动我们人体的 上中下三角 使人体气血通畅 对身体非常好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晚上九点就睡觉了 早上醒来 头脑却怎么也清醒不起来 而且觉得特别累 感觉自己就像是睡了个假叫 特别是在周末 明明有一整天的休闲娱乐安排 却往往因为早上起不来床而耽搁了 特别可惜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良习惯 也在影响着睡眠质量 比如说第一点 睡前晚餐吃得太饱 第二种就是枕头过高 从生理角度来讲 枕头高度在8到12厘米为最好 第三种就是枕着手臂睡 第四种是蒙头睡 第五种就是透支睡眠 有的朋友喜欢熬夜之后再补个觉 但生物中紊乱引起的不良后果 是无法避免的 以上讲的这些坏习惯 您沾了几个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如何才能拥有良好的睡眠呢 这里有两个简便一行的住眠方法 帮你改善入睡困难的情况 不妨来试试看 第一个是梳头法 睡前以双手食指带梳 指尖着力于头皮 双手同时进行 从前额开始成扇状 从前往后推膜 手法以轻柔为主 此时你会感觉到头部轻松舒适 大约梳头一分钟 可以改善头部血液循环 解除头部疲劳 从而是心情舒畅 有利于睡眠 梳头的时候 要把指甲都剪掉 用你的指腹去梳头 不然坚硬的指甲会损伤 头皮和毛囊 头上的经络疏通之后 还要疏通与它相照应的 双脚底的经络 足底按摩法 调节失眠 又称为是摆敲法 在我们的脚后根处 有一个失眠穴 在找的时候呢 首先在我们的脚底上 画一条正中线 然后在你的内怀间和外怀间 连一条线 在内外怀间连线和脚底中线的交汇处 就是这个起血失眠血了 按揉的时候 我们要用拳头进行垂击 连续垂击一百次左右 可以非常好的帮助入眠 所以又叫摆敲法 因为这个摆敲穴在脚底上 我们脚底的皮肤非常厚 所以大家要适当地用一点力 左右两只脚各敲一百下 除了我们上面讲的 几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大家也要多去尝试 不同的经络穴位的调节方法 不要气馁 如果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就能够天天睡到自然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流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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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